今年夏天,整个联盟发生了翻前覆地的变化,詹姆斯加蒙古人,考新斯投奔勇士还有安东尼空箭火箭,每一条都足以改变全联盟的格局。 当所有人都在感叹勇士舞剧头太过强大,NBA已经宣布大结局的时候,体育话报这时候的出现则瞬间打破了这一观点。 体育话报一直都是美国最权威的媒体之一,它对于联盟球星的排名,多年来也是赢得了大多数球迷的认可。 今日,体育话报就排出了他们认为的新赛季联盟前100的球星,目前只公布到了11到100名,前十名单还没统计出来,但是这次毫不影响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。 在刚刚公布的排行榜中,凯尔特仁的先发呜呼,全部围列联盟前50,这就连所有人都看好的金周勇士队都无法办到,因为考心思技能排在第68位。 如果真如体育话报所说的,那先赛季联盟整体实力最强的球队,可能就要一组了。 首先是上赛季突然爆发的杰伦布朗,他排名全联盟第47位,被上射踢到首发之后,他竭尽全力证明自己。 特别是海卧的右赛季爆销,他坐稳了球队的首发位置,常规在场均能够砍下14.5分,4.9篮板1.6助攻一强段,是球队的二号的分手。 仅次于老大欧文,随之欧文也赛季爆销,布朗在球队的进攻当中,就扮演了更大的角色。 这点在季后赛当中表现得更加明显,场均是8分4,8篮板就是单交出的成绩单。 更值得一提的是,他场均还能命中2.4季三分球,接下来便是排名第39的塔图姆,作为上赛季季后赛当中表现最出色的新秀。 他场均能够砍下18.5分,4.4篮板2.7助攻,在东部决赛当中甚至割扣了联盟第一人战姆斯,上赛季只打了5分钟的海卧的择排在第25位。 在受伤之前,他绝对是全明星级别的实力,16-17赛季在全市队,他场均能够攻下21.9分5四篮板3.5助攻一强段,命中率47.1%, 三分命中率高达39.8%,紧接着便是球队老大凯利欧文,他被排在了全联盟第17位,这难免会让球迷产生巨疑,毕竟先前个大媒体不管怎么排,欧文都是联盟前十的球星。 他是当今联盟少有的关键先生,上赛季成归在场均可以砍下24.4分38篮板51助攻,命中率49.1%,三分命中率高达40.8%,最让球迷意想不到的是霍福德,竟然才是绿军排名最高的球员,位列全联盟第16位。 霍福德是上赛季绿军的球队支柱,当布朗跟塔图姆迪迷,的时候总是他站出来接管比赛,是个成员,格本稳定是他最大的优点,他可以不跟外线球员去抢风投,但球队需要他的时候,他随时都可以站出来。 上赛季继续后赛,他场均能够砍上15.7分8.3篮板,3.3助攻一抢断1.2盖冒,命中率54.4%,三分命中率34.9%,此外,进入联盟前100名单的还有罗奇尔,他位列第82位,你认为现在这支绿军能否战射新州勇士队呢? 这支绿军能否战射新州勇士队呢?